台風瑪麗亞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到隔天的早上 索性風雨未帶來強烈的傷害 一早土城清潔隊員已經在進行打掃工作 土城區長楊志鴻表示 颱風登陸後路徑偏北 因此沒有帶來太多的強風暴雨 瑪麗亞墻台其實事前的準備 由於包括媒體的報導 然後就認為會造成台灣很大的一個衝擊跟傷害 所以其實大家都把防災準備工作做得很紮實 那其實這也是這幾年來 新北在優秀在防災準備上面的工作 都做得很落實 所以大家把這次造成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在處理 颱風的變化多 無法預估實際登陸後的情況 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好準備 以土城區公所來說 防汛期間只要一發布颱風警報 外包廠商的怪手 挖土機等等的重機具 就會進駐公所停車場 以備不時之需 颱風馬利亞朝著北台灣而來 新北市各地沒有傳出重大的災情 除了是颱風入境北移之外 行進的速度也加快了 另外就是民眾的防災意識增加 做好了防台準備工作 中佳新聞林立五六番綱 土城 土城報導 土城報導 感谢观看